利益面前没有人性 人跟动物没有区别 只不过因为文明的发展 蒙上了人性的外衣而已 人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追溯到原始的动物性行为 简单来说人不单是有兽性 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兽性的反馈 因为智力较高 其他动物 所以人是一种非常狡诈的动物 非常伪善 所以你再问咱俩 感情为先为主 道德为主 你们不是成年人 成年人是比拳头大 谁势力猛谁钱多 弱肉强食 说干你就干你 对吧 法律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你不能不讲你的欺负别人 所以法律是保护什么 个人权益利益资源财产的 我不能明着面的去打击你 我要干死你对不对 血光直在对不对 那我怎么办呢 我淹死你 我让你乖乖的 把你的辛辛苦苦赚的钱偷给我 强食不能强的 犯法会被抓去关 所以现在商业就是什么合法的骗你 你不喜欢用脑子去琢磨别人 他为什么这么干 所以你输了 或者说你想的你已经尽力了 你想的很周到了 很周全了 但是你想的都在别人的算计里面 明白吧 你千算万算 你算不过别人输了 这就是事实 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 就是算计我怎么套路你 这就是商业模式 我们所谓的突B也好 突C也好 它本质是什么 就是做局做盘做拳套 我套你 你上套了 我就把你割了 商业就是这个逻辑 立人立手 动物社会的本质就是人吃人 所谓双赢 实际上就是说 A和B联合 共同吃掉 C 然后A和B一直对外宣布 我们实现了双赢 原始社会的真相 就是动物世界 遵循丛林法则 从大的方面来说 社会只存在两种力量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决定谁成为统治阶级 没有那么复杂 比的不是谁更聪明 也不是谁更有创造性 根本实力的对决 就比的是 谁比谁更能伤害谁 拥有最大伤害能力的人 一定会拥有最终统治权 来决定利益分配 什么是乌合之中 乌合之中指的就是 那80%的普通人 或被统治阶级 既没有发言权 亦没有决定权 更没有操纵控制权 人多势众 好浩荡荡 却永远不会团结 目光短浅 且不会为长久利益 而做出暂时的整体调整